第五百三十九集 这太原仙府有点和分宝岩相似,一层一层宛如大宇宙。 不过分宝岩虽然是上古仙气,多宝天君遗留下来的宝贝,但是毕竟失去了仙道法则,里面许多大仙镇都催动不起来,远远不如这太原仙府中大仙镇层出不穷。 怎么回事?我们骑马深入了数千个平行空间,一读世界了,都是空空如也,连芝马老鼠都没有一粒。 渐渐地穿越了无数大阵,破掉了骑马上百座仙镇,力量消耗不少,木叶公子、李叉都没有发现一点宝藏,整个宝藏大水洗过一般,空空荡荡,老鼠都养不活。 而且,更为诡异的是,那些大阵没有一点破坏的异象,好像是太原仙尊在建造这座宝库的时候,并没有往里面储存任何的宝藏。 太原仙府的更深处,方寒在努力地掠夺着,他的积累越来越浑厚,许多想象不到的仙界材料,甚至是不朽物质铸造成的上品。 道气,都被他炼化,融入三十三天世界之中。 那三十三天世界中的三十三件法宝的虚影,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凝裂。 本来,三十三天至宝只是上品道气,构造成的世界,也不过是上品道气的世界。 而现在,吸收了太原仙府中那么多的仙界材料之后,居然开始向绝品道气转化。 当方寒把足足上万间宝库一扫而空的时候,突然,三十三天至宝,大放光明。 每一件至宝,如荣天灼,镇天还。 这些宝贝中的每一件突然发生的蜕变,全部都晋升为真正的绝品道气。 然后,那三十三天世界陡然扩大。 在那三十三天世界的核心深处,一尊造化仙王虚影显现了出来。 这造化仙王大不可量,身高不知道多少万丈,深入仙界,一只脚踏入幽冥轮回之地,一只手放在仙界遥远深处,吐吸一口气就化为了一个宇宙。 然后,睁开眼睛,那宇宙之中千百亿万的恒星就被衍生了出来,造化之力滚滚而下。 刹那之间,方寒就感觉到力量,足足相当于两三名天仙被炼化的力量,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而八部浮屠的品质,向仙气大大晋升了一步。 好,我现在足足有了十六名天仙的力量联合,可是我还没有突破到天仙之境。 方寒心中纳闷,感觉到三十三天至宝,全部都晋升为绝品稻气,造化之力融入了自己的本命世界,那天仙法则的虚影都凝联了出来,但是却始终没有突破到天仙的境界,不知道为什么。 而他现在的力量是一般天仙的十六倍之多,而且无暇之身比天仙的仙体也要强大得多。 但是,他就是无法突破天仙之境,也就是说,他始终被仙界的规则所束缚,他打破仙界规则,晋升天仙,然后飞升仙界,比起普通的修士,要困难无数倍。 嗯?后面似乎有两尊强大的存在,紧随我而来。 方寒把三十三天至宝晋升的元气压制了下来,运用大因果树一照,就看到了木野公子、李诈两人,还有数位天仙巨无霸的至尊强者。 这两人,比那牙宗道都要强横得多。 方寒运用大因果树,照射出了木野公子、李诈的影子,看见这两大高手都笼罩在了一片圣光之中,就知道两人力量强横,法力高深,而且不知道修炼了多少种神奇法门,仙界奇术,上古神通。 看一看这两人是什么来路,逆转时间,推算过去。 方寒心念一动,一股股的因果之力,好像丝线一般,穿梭进入了时空中,随后,无数的光影从时空中流淌出来,就看见了木野公子和李诈打赌的一幕。 他修成了大因果树之后,推算过去未来的本事大增,未来难以推算一些,但是过去却是一推一个准,就算是天仙都逃脱不了他的推算。 因为他的小宿命树太强横了,和大因果树结合,推算天机相得一张,不会出任何的纰漏。 太狂妄了,这两人杀,一定要把两人都杀死,炼化,活生生的炼化。 这两个人居然拿你当作赌注,要勤杀你,甚至还打玲珑仙尊的主意。 炎怒吼道,可恶,实在是可恶。 三十三天世界之中,许多的高手都看到了方寒推算出来的景象,不由得也是恼怒万分,恨不得立刻就杀死那两人。 三十三天至宝,相继晋升为绝品道气,造化之力,奔涌而下。 其中的新主、群星三老,还有五大魔宗的一些老古董,也相继突破混动境,到达了虚仙境。 不过,他们的仙界雷法却并没有降临下来,使三十三天的世界,还有太原仙府的世界,相继隔绝了虚仙气息。 只要他们不出去,天节就不会降临下来。 不过,一旦离开这个世界,那天节立刻降临,群雷闪烁。 不错,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央大世界未来的继承人,一个是天王大世界未来的继承人。 也好,现在玲珑仙尊他们,应该深入到了最深处,再收取玄品之门。 我就来会一会这两大高手,看是谁其拿谁。 得到了太原仙府之中,这么多的宝藏,三十三天至宝,都成为了绝品道器。 我也要看一看,我的无暇之身,到底有多么厉害。 方寒是冷笑连连,现在他修成大因果书之后,可谓是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世间自在王佛的福禄已经彻底地开始发挥作用,隐藏跳跃出万界,不在现实世界之中的隐藏手段,就算是神仙都难以发现。 而且,他的力量,肉身都已经不可思议,就算现在去仙界,也恐怕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只要等他飞升,能够带巴布浮屠上去才能够,按照仙界规则,就算是仙气,也不能够带上去飞升,否则就要遭遇到惩罚,必须是赤裸裸的飞升。 走,去和他们碰一碰面,我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本领侵杀我。 方寒身体一闪,消失不见。 可恶,到底是谁取走了宝贝? 如果我抓住此人,必定要让他碎尸万段,不让他死,让他眉睫的身体,都放在天地之间最为污秽的地方。 再一次穿越了许多绝杀大阵,那木野公子李诈还是没有能够寻找到一丝一毫的宝贝,到时遭遇到了不少凶险。 这两人,还有周围的一些天仙巨无霸强者,都有一丝怒火在胸中燃烧,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情况绝对不正常。 是吗?你们要把我碎尸万段? 我倒要看一看,你们有什么本领? 一道光环从黑暗的虚空中显现出来,方寒单独一人面带微笑,身上穿着一件琉璃颜色的长袍。 自从他修炼成无暇之身以后,把黄泉图也都重新炼制了一遍,甚至其中的阿比之门、奈何之桥都染上了一层琉璃的光泽,所以这黄泉图也都带上了琉璃的颜色。 谁?木叶公子、李炸这两大高手,看着方寒的面孔身形,立刻崩得笔直,似乎力剑出笑,要斩杀炮天空。 四周空间裂痕打起,一个又一个小小世界生灭着。 我就是你们要捕杀的方寒,你们刚才不是打赌了吗?谁先能够把我杀死,谁就可以赢得赌注? 我现在就出现在了你们面前,怎么都不敢杀了? 你就是方寒? 木叶公子、李炸都是非常之人,不,不能说他们是人,因为已经脱离了人的生命形态,到达了仙的境界。 不错啊,就是你潜伏了进来,把太原仙府的宝藏一扫而空,黄金战神一般的李炸道。 是的,脚愁苏瓜的宝藏跪下,双手奉上。 木叶公子冷冷说道,这样的话,你还能够有一线生机,否则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解救得了你。 鬼下半年轻人,你的事迹我们也都听说过,把天涯派和太上九卿天脚的天翻地覆。 但是我告诉你,中央大世界,天王大世界,并不是这两个小小门派一样。 你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小虾米,像你这样的天才,两大世界不知道有多少。 我劝你还是低调一点,跪下来磕头认错,要不然,天才被扼杀在强宝之中,那就可惜了。 一尊中央大世界的巨无霸天仙站立了出来,这天仙一头的黑发,黑衣闪烁着光泽,上面丝绣有古老纹理,手上带着一枚硕大的班纸,碧绿晶莹。 这天仙脸色十分的英俊,掌握全是,气势比起太上九卿天和天涯派的一些道场之主都要强大。 显然,在中央大世界之中拥有至高的地位。 喜王道主,怎么,你想先勤拉一下这个方寒吗? 又一尊天仙笑笑,这个方寒是木叶公子要出手的,你恐怕还收拾他不下来吧? 是吗? 这个小子,有必要让他知道,中央大世界的天仙和别的天仙是不同的。 中央大世界是天地宇宙的中央,高贵无比。 喜王道主上前一步,看着方寒。 小子,你出手吧,我看看你有什么狂傲的手段。 就在这黑衣黑发的喜王道主话音刚刚落下,鱼鹰还在空中回荡,砰的一声,他的身体就突然之间爆炸开来,似乎是遭遇到了什么致命一击。 一个头颅在血肉之中飘荡,发出怒吼,要恢复过来,但是却始终没有办法凝聚。 想凝聚身体,哪里有这么简单? 魔神一般的声音从虚空中传递出来,一只带有着琉璃光泽的石爪祖龙之手凭空抓了出来,一把就抓住他的头颅。 一捏之间,这尊天仙道主所有的血气,甚至是体内的仙道法则,都凝聚成一团,化为了一枚血色的圆胎,吸收进入了方寒的体内。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刚刚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中央大世界西王道主在眨眼之间就被杀死并且恋化,甚至是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 钱不炼化,不留一丝。 不错不错,你的体内有很多宝藏,你的精气雄浑,起码相当于两个太上九卿天的天仙,的确是中央大世界的人。 嗯?你体内的血脉,好生强横,似乎是仙界大人物的血统。 方寒身体出现在了西王道主刚刚被击杀的地方,他把这尊天仙整个人都吸收了进去之后,扎在嘴巴,十分的舒服,好像喝了一口深茶。 那西王道主在他的体内瞬间就被溶化,滚滚血脉融入八部浮屠和三十三天世界,还有方寒的本命世界。 方寒顿时感觉到了身体之中一阵燥热,同时他运用大因果术就隐隐约约的察觉到了。 那血脉之中似乎和天界一尊虚影大人物有联系,是天界大人物的血脉。 那大人物端坐虚空,虽然没有天君那样强横,但却也是超越了金仙的存在。 一些天界大人物遗留下来的血脉往往拥有超强的能力。 那牧野公子乃至于统治中央大世界整个世界的牧野家族,传闻是天界战亡天君的血脉。 所以,后代之中绝世天才层出不雄,高手如云,统治了整个中央大世界,压服无数高手,号称三千大世界第一。 这大人物的血脉对我极有弊议,看来以后,我得多多杀死一些古老的家族,掠夺他们身体中的血脉,为我宁炼至宝。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方寒畅快地炼化了这仙道法则和血肉。 顿时,那刚刚晋升为绝品盗窃的三十三天至宝,其中一件宝贝就有晋升为半仙气的征兆。 喜王道主! 这个时候,中央大世界、天王大世界的高手都狂吼起来,包括牧野公子、李诈都震惊的,一股愤怒从他们心中声腾起来。 无声无息,三言两语,一个地位极高的天仙就被方寒彻底斩杀,并且还当面炼化,而且他们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多大的侮辱,这是多么无法想象的手段。 杀! 木叶公子突然一掌幻化出了千万巨手,在空中暴躁。 天空之中出现了战王天君的虚影,这战王天君无数手臂,无数头颅,全身上下穿着铠甲,挥舞之间无数仙灵产生,无数的仙人都在跪拜。 他打出绝世神招。 木叶公子恼羞成怒之下,施展出了绝学仙术杀招,一掌打出,战王天君的意象显现出来,虚空之中全部都是杀技,居然和大杀戮术的气息有异曲同工之妙用。 不过,大杀戮术是森森杀技,而这杀技之中拥有磅礴的战役,战役一动,就好像无数天仙大军排列了整齐的队形,向方寒蜂拥而来。 光是那股战役就可以开天匹地,崩灭一方世界。 太原仙府的许多仙镇被这战役一冲,立刻崩溃。 木叶公子不愧是中央大世界未来的继承人,一出手,还没有动用身上的仙气,就有如此威力,超越了崖宗道,简直是天才人物。 可以想象得出,他也完全可以越级杀人,在长生历境的时候,也可以学方寒斩杀仙人。 上古天君的血脉,一代大世界的继承人,这两大光环,已经令得他在仙界都不是无名之辈。 方寒刚刚消化西王道主的血脉,融化天仙法则,使得八部浮屠更多了一层仙气,这杀气战役,把自己的肉身都刺激地开始颤抖起来。 方寒小子,钱财也没有用,你居然敢偷袭杀死我中央大世界的人,我要炼化了你,大战斗术,重央圣伐,九州山河大争气。 木叶公子在击杀出绝学的同时,整个人撑起向上膨胀,如神如佛,如上古君王,似乎和那战王天君的虚影合二为一。 他的真气化为了一条中央之河,河流上飘荡着九州山河的影子,好像集中着山河的力量,要么方寒彻底镇压。 湛王天君的血脉,果然非同凡响,方寒站立着纹丝不动,无暇之身上面显现出了流利光泽,无数古佛在他的身体毛孔之中发出了声音。 这些古佛发出的范畅,把他的无暇之身衬托得好像是上古万佛之祖,诸佛之源流,佛中之佛,佛中之王。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梦露神机的长天玄幻小说《永生》第五百三十九集,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欢迎您继续。